彭P最常讲一句话是什么 论文存在不存在 怎么会是用辩论的呢 我今天同样的话 换句话说 论文存在不存在 怎么是用调解的呢 这种情况是比较例外的状况 那其他法院的法官 为什么我们的相关案件 都没有在动 我这个部分大概是 比较属于环境 甚至政治氛围的判断 就是说因为蔡英文 现在已经任期过半了 换句话说她权力已经跛脚了 她没办法像之前 能够那么样的顺畅的 能够那么样的积极的去 给这些成省的法院的法官 跟院长这些人给她压力 因为这条司法抗争之路 要走到底嘛 结果怎么会有上诉 想要跟你瞧说 不然我们坐下来调解 这个调解这件事情 一般不是是在于 可能那种民事庭 有一些纠纷啊 通常这种比较会说 那大家坐下来调解 没有一定非得 谁把谁给告到底嘛 这个彭P最常讲一句话是什么 就是说论文存在不存在 怎么会是用辩论的呢 我今天同样的话 换句话说 论文存在不存在 怎么是用调解的呢 我们巧好说论文在就在 我们巧好论文不在就不在 学位可能可以 讲出来不太有意思 但是就是这么难听 学位可能可以用讨论出来的啦 但是论文那一本到底有或没有 怎么会是靠调解出来的 在这边要请李律次 用这个法律的观点来讲一下 这个现在我们面临的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实务上有在这样玩的吗 是 所以我们主持人慧荣小姐 真的是有个人上进度了 我们这个赵宏会把我们做了 一个违法判决 就是更一审判决之后 我们也当然上诉了嘛 那上诉之后呢 就是很快哦 动作很快就高院就封案了 那封案的程审法官呢 就打电话来 请助理打电话来了 就是问我们说要不要调解 这个是张律师收到的 张律师收到东西 他就把这个讯息给我们看 我们都觉得蛮奇怪的 就是说 通常我们上诉之后 就是说 通常不会直接 就问你说要不要调解 这种情况是比较例外的状况 是比较例外的状况 这是我们这个 论文不存案件的上诉的状况 这是第一个状况 那我刚刚其实 刚刚已经跟各位 稍微报告一下 就是说 赵文会这个更衣审的判决 它是一个很显然违法判决 那其他案件都在停滞状态嘛 所以我当初就担心说这个判下来之后 其他案件就活起来了 就会定期开庭了 因为它是一个根本的基本基础案件 基础事实是这样子的话 其他东西就变成谁胜谁败就很清楚了 所以它就会加速开庭 那为什么后来 目前其他案件都还是没动 你知道吗 我就跟各位从专业上 跟各位报告是说 因为赵文会下这个判决 就刚刚我跟各位讲的 任何法律人 专业法律人 一看说你怎么下这种判决 是什么东西啊 那你不是说没有确认利益 你还审 你还审的时候还判 你是有病啦 这是换你做的一个根本 就像当初高安黄明华审判长所看的 人家明明有血 你竟然说明人家没有血 对不对 如果人家有血东西不清楚 那你要阐明嘛 这么几个东西你根本就不做 你就不弄清楚 就乱判 一样的道理啊 任何一个专业的法官跟律师 看到赵文会的判决说 这就是大家判的 既然做了实体生理 你还竟然 你还敢同时下说没有确认利益 这是矛盾的嘛 你没有确认利益 就不能进入实体审判了嘛 这程序性就薄掉了 所以这个判决下来 我本来担心这个判决下来 更一审判决下来 如果不存在 我们输掉 缠了 其他案子就开始会动了 那其他案子会说不动 因为这是一个 一看就是一个病态的 一个错误的判决 所以其他的法院也不会动 那其他法院的法官 为什么我们的相关案件都没有在动 我这个部分大概是比较属于 不是法律专业的判断 是比较属于整个环境 甚至政治氛围的判断 就是说因为蔡英文新疆已经任期过半了 换句话说他全已经跛脚了 他没办法像之前那么样的顺畅的 能够那么样的积极的去给这些 成省的法院的法官跟院长这些人给他压力 我个人是比较像去解读 因此被宪法跟我们法律制度保障了非常好的 福利身份职务保障非常好的法官 他就可以独立审判 那可以独立审判的法官 他如果审下去 如果他马上就在半年前或一年前就继续这样审的话 他有可能就会受到压力 所以他就暗时先丢着 为什么他肯丢 因为我们的主张都有依据 我们证据还蛮清楚的 任何一个正常的法律人一看那些证据说 这就有问题了 你了解我意思吗 就说各位观众 如果你看到我们彭匹所贴出来的证据 或是我们在书章上所拿出来的证据 任何一个正常的法律人一看说 这是头疼这些东西 人家说你没有是有合理怀疑的 是有根据的 这东西怎么可以直接说人家是毁谤的 说人家是违法的 是没办法的 所以他就只好先放着 找个理由先放着 为什么 因为你判我们输也不对 判对方输也得罪权贵 所以会得罪蔡英文 所以案子都在休息 大概是这个原因 所以在这边看起来 就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很有可能说 也是看一下风向 因为接下来到底 像是蔡英文她的影响力 到底还会不会持续着 当然要观察下去 虽然说她辞掉党主席之后 现在大家都说 就是接下来赖清德起来 但是也是看到各种的新闻 大家也看到 感觉就是还在打赖 所以最后到底他们 这个会逗到你死我活 到底谁输谁赢也不知道 不如就先看 看最后到底是谁大权在握 再来做后续的判断 当然我们不希望说 我们觉得司法当然是应该要切割开来 可是现在确实 这个背后是不是有感受到压力 这种怀疑 大家是很直接的 也能感受得到的 虽然说没办法说 到底是谁对谁下达命令 我们没有这个依据 可是无形中的那种压力 有啊怎么会没有呢 其实我推认不是看不到的是无形 其实是我认为是有形的东西 因为你知道吗 你可以看那个就是 参委会这个一审的违法判决 不是上述高原吗 对不对 你从那个黄明华审判长 他们的审判方式 你就很清楚知道 他就是怕被关说 而且他已经有应该有 已经被已经有被暗示了 或是有人找他 或是直接天天找他了 所以他们才会当庭 我当律师跟张律师 张律师当庭快40年了 我超过25年了 我们当律师执行业务 没有看到一个法 一个河一庭 我们当庭辩论终结 我们当庭辩论终结 我们当庭辩论 那你们不要跑 我们辩论终结 你们不要跑 你们等 我们要退庭去做评议 马上要做决定 辩论终结 谁输谁赢 他就依法 所以三个法案退庭去开评议会议 必须密密的开评议会议 所以评议会议议说 讨论这个案子要怎么 谁赢谁输 主要理由是什么 法律意趣是什么 当庭 为什么要当庭 这就很清楚了 我今天如果像正常 一般案件说 好今天天天终结 那我们定 OK 那等一下 大律师 我们定三个礼拜后 或我们定一个月后先判 然后 那它这三个礼拜或一个月的期间 她们就很难过 她一定预料到三个礼拜 或一个月会被干扰 政治压力会来 所以 所以他們很聰明 很有智慧 就當庭就被人終結 然後請我們 大家都不能走 大家都不要走 拜託不要走 先不要走 我們要退庭 馬上決定這個事情 案子的勝敗 然後就去開會了 我們大家在那邊 兩兆跟所有的房地民眾在那邊等 等了將近十五分鐘 他們才出來 就叫我們起立 他要宣判 所以從這個就可以很清楚證明 很清楚 就是已經有壓力了 已經有上級干預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會去告黃國中 黃國中 你這個院長 一個違法通緝那麼清楚 連看都不看 眼睛閉著就簽著就發布通緝了 這是莫名其妙 這是太離譜的違法 你懂嗎 這太離譜了 所以你看我罵陳審法官姚戀子 罵他司法敗類 他還告我 根本告不動啊 正常的人 正常法律人 你看這東西怎麼告得動啊 還被認證 還被打臉 是啊 反而被打臉啦 所以 同樣道理 黃國中也是 因為黃國中是發布通緝 沒有院長簽名是不能通緝 通緝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事實上 真正問題就是在黃國中嘛 那黃國中干預 當昨日預選法官審判那個 我們致訴當中的案件 對不對 干預這個重新分案 干預這個論文不存在 重新分案 干預這個主數字要不要分案 對不對 都很明顯的軌跡嘛 所以說是 就像彭比所說的 其實也會再繼續去告黃國中 黃院長 對 這個都有預稿 2023的官司列車已經啟動了 開庭的時候去旁聽這件事情都很重要 對 就是說因為你法官他如果有壓力的話 他有上級壓力 或是他自己本身自我形成壓力的話 那如果說我們法庭充滿了 我們支持的群眾 當然就是守法庭秩序來支持我們 那個法官就比較願意好好審這個案件 他就會正經為座地處理這個事情 處理問題 所以就比較不會案子被吃掉 所以到法庭聲明這件事情 我都很想感謝 就是說我們聽眾們 還有我們支持彭比的彭比們 其實都幾乎都有到庭 都多區都會到庭 所以我們每次開庭都會把法庭坐滿 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 但是他真的很重要 他真的很重要 因為他確實會能夠對我們案子的進行 當庭的進行是有幫助的 所以這個地方也借這個機會 呼籲各位觀眾繼續支持 有時間有可以的話 方便的話就到庭來聲援 我們請您給大家看一下 在下一個信息 我們先去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看我們要看 這個問題 是這個問題 在最大的問題 然後我們要 我們要是